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些Spyco的东西 上次推出了一条影片后,有网友很好 他有Bankup的CG Model 3 User Interface 组织 所以他上传给我,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因为有这个UI,设定设定会更简单 我今天就会分享一下如何使用 如果大家看过之前的影片,设定不能够设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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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温、VR已经是有所有需要的 молitv 以及一部Spyco的车よ知熟的RAV 我端 sweater 设定设定的 enc ה 络 변 doo integr的影片可不可以 通过我方设定理设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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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cance video winwar 再设定licht 先打開 基本上跟之前一模一樣,只不過是多了 CG Model 3 的 UI 有些其他檔案去支援這個 亦都加進來 我亦都放了一隻 ROM 設在 ROM 裡面 就是 SPIKE OUT OFE 如果你有其他遊戲,都可以放在這裡 用法是跟之前一樣的 只要把這個設定好之後 就把這個Model 3 GUI 轉成Player 1,Player 2,Player 3 就可以同樣做上次的網絡 我亦都發現 上次用網絡 原來用R860 的網絡是最順暢的 所以不是下載最新的網絡就會最順暢 所以如果大家找回這個版本 去下載,就應該會比較順暢 或者用我這次的版本已經可以了 因為我已經設定了這個版本 我們先按進去試試看 首先,看到這個遊戲的 list 這些所有支援的遊戲都存在 在這裡 一定會有這個 Spike Out的 Final Edition 這隻我已經放進去 下面這個櫃檔 我已經設定了 應該是 玩得對的 但如果你們不行的話 就在這個櫃檔按 可以找回剛才解壓的位置 Model 3 GUI 就可以了 我已經放在櫃檔 接著這個 接著放在ROMs 內 然後確定 這樣便可以玩到ROMs 所有遊戲都放在剛才的櫃檔 ROMs 櫃檔就可以了 大家去右邊看 影片 之前呢 我已經說過 在Belizera的時候 如果調校新的電腦 可以用這個 New 3D Engine 如果舊一點的電腦 就轉為Legacy 會比較好 自己測試一下 這個是解像度 如果是慢的話 可以設定去 640x48 如果不是OK 就800x600 也沒問題 再強一點 你可以使用1080p 也可以 其他電腦可以使用 其他電腦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 全面的電腦 按照片 可以測試一下 這個電腦是否可以 如果不可以 就可以調校一下 V-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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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進來,現在就開始設定了 按在這裡,當然要先插下操控器 直接看著,可以選項1開始,開始是什麼 我們在鍵盤按一下,按一下 接著就按你的手鍵的開始 如此類推 如果想選項,就按下 因為我不用選項2 選項1,我們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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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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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Spyke 好了 因為它一次過要設定所有遊戲 所以就很長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去 Network Network 如果大家記得 上次就是在 Text File 內改 今次在這裏改就可以了 同樣,Port In 1970 上次試過,Out是1971 接著第二個時,Port In 1971 接著到最後的時刻,就回到1970 Out的時候,回到 Player 1 這樣就造成一個循環 這個 Simulate Net 上次就按1和0 這是1,Network 開啟後就按1 如此類推 基本上就是這樣設定 我現在先試一下遊戲 選擇了這個,就按Double Click 就會推出遊戲 對啦,已經全面了 但大家可以看到,是瘋了這麼快 我們先離開出去 對啦,我們先按V-Sync 有些機器可能未必是這樣的設定 可以試一下 PowerPC Frequency 這個調校一下都可以 現在先按V-Sync 再按Low ROM 對啦,現在正常很多 我先試一下遊戲 再按V-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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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V-Sync 按V-Sync 對啦,我們在遊戲中按6 上次有人說按6 我不知為何,因為應該不會入不來 按6或按7都可以,但我可以按6 因為有些遊戲是按7 但無論如何,我用5 5或7就上下 接著去 Game Assignment 上次在 COM ID 轉 Master 或者 Slave 就可以 Networking 今天詳細不講這些,如果大家不懂怎樣做 看回上一集,又教大家如何去 Networking OK,我出發 再出發 有了這個 Pack 之後,應該非常容易去設定去玩 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大家一起上網連線去玩 如果有問題,歡迎下面留言 喜歡這條影片,請大家按LIKE 按訂閱,按訂閱,再按按鈴鈴鈴 我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少喝杯咖啡的話,歡迎透過支付寶 或者 Paypal,詳細資料下面的 description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 拜拜